1999年4月25號 上萬名中國法輪功學員 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 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平上訪 由於天津在前兩天動用防暴警察 抓打法輪功學員 違反了國家不干涉、不打壓氣功的政策 上訪的法輪功學員秩序井然 理性謙和 由於提出的要求得到當時國務院總理的開明處理 人群在傍晚逐漸散去 地上沒有留下一張紙屑 425上訪因此被稱作中國上訪史中 規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圓滿的上訪 這個轟動世界的事件 臺灣中正大學的海昌瑞教授 當天是在電視上看到的 這是個什麼樣的團體 為什麼明知危險還能堅持信仰 艾昌瑞教授非常好奇 隔天 許多臺灣媒體爭相報導 425萬人和平上訪事件 在下班開車的路上 艾昌瑞教授又聽到飛碟電臺主持人 趙少康專訪一位臺灣法輪功學員 他邊開車邊仔細的聽 聽到說 法輪功是佛家修煉功法 有一本書叫《轉法輪》 當時很多臺灣人和艾教授有著相似的經歷 他們由於425而對法輪功產生了好奇 開始尋找煉功點 參加九天錄像班 瞭解法輪功 當年在臺北辦九天錄像班的 義務輔導員洪基鴻回憶 425之前 全臺灣大約有2000名法輪功學員 但是自從中共非法打壓法輪功後 在一年半的時間裡 臺灣學員的人數就暴增了三倍 當時也有抱著疑慮來聽法的人 洪基鴻回憶 有一位住在臺北市木柵的貿易商 在大陸做生意時 看到中共強迫民眾在公眾場合侮辱、謾罵法輪功 並動用媒體鋪天蓋地的批判 覺得很奇怪 這麼大的國家 怎麼會對一個小小的功法如此打壓 九天班結束後 這位貿易商才向大家吐露初衷 他本想來看看法輪功到底如何 結果卻看清了中共的謊言 這些被法輪功的法理蛇服 或從法輪功中受益的人 又向自己的親朋好友推薦法輪功 艾昌瑞教授曾參加過嘉義的九天錄像班 後來他自己在嘉義和山地 辦了更多的九天錄像班 經常有一家人一起來參加的現象 由於免費教工 重得修繕 趨病健身效果顯著 法輪功迅速傳遍了臺灣的各個縣市 在中共打壓法輪功的同時 臺灣已成為全球僅次於中國大陸 修煉法輪功人數最多的地方 估計負責幾十萬人 無法廣告 上級的問題 列治安避未平 柱子 杓緩 無法廣告 對 領廣告 為皆さん 負責任 最愛的 帶來 有